上一集我们聊了很多NFT的事情 那么感谢许多朋友给了很多很好的回馈 说听了很开心 所以这一集我们就继续来做这个开心的事情 就是聊更多的NFT还有Crypto的事情 那么这一集的标题叫做 价值2000万的NFT收藏与PAC宇宙 为什么上一集才写1000万 这一集变2000万了 难道说短短几天 所有的收藏品都上涨了吗 其实没有恰好相反 最近几天比特币跟以太币都涨了很多 都接近了这个All Time High 所以在过去的经验我们都有看到 因为NFT是用以太币计价的 所以以太币变贵的时候 再加上这个其实人心常常浮动 所以NFT的很多收藏品 最近是回调了很多 少则20-30% 多则有些都是跌到一半以上都有 不过这个都是短线的波动 其实套一句八爷爷说的 他说在股票市场短线是投票机 长线是体重计 短线都是人心引导 那么我觉得在Crypto这个领域里面 它就是更快更直接 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只是大家的一个想法而已 就造成很多价格的移动 所以还是要再次强调 在这个市场里面 它是非常非常高风险 今天我会讲 我们会延续上一次的话题 来讲一下说各个NFT项目 到底怎么样选择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说哪些是短期可以 哪些长期可以 然后关于它的社群 DeFi性质 或者是各种项目 怎么去评价 我这一集都来讲 可是最重要的是 我在最后面的时候 会想要讲一下 我们前面开玩笑讲的计算值系列 就是PAC的宇宙 包含说它的Cube 它的Lost Point Page Point 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都会来讲一下 OK那么景宇还是要讲一下 这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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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风险的投资行为 所以所有的 等一下所有的建议 都不是财务建议 都不是NFA Not Financial Advice 绝对要DYOR Do your own research 好 那么这一集 跟我们上一集的节奏很像 这一集 就是我这边要写一些大纲 我们会讲一下 我们10月24号的 FOMOTO Club 追高狗俱乐部 然后会讲一下说 短期长期NFT怎么选 然后我这边列出了 大概十几种元素 分别用我自己的收藏品 来介绍一下这些元素 然后最后面讲PAC系列 那么一样我们这一集 在YouTube也有同步的上传 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走路 正在开车 正在跑步 听这个Podcast的话 我觉得你是不用切换过去的 因为其实听我讲 也是可以有些想象画面 我尽量把它叙述成有想象力一点 好的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 我讲一下我的逻辑 等一下我们会来讲一下 追高狗俱乐部 它到底是什么 它到底不是什么 但是在讲这些东西之前 我会先讲一个基本原理 就是说到底现在NFT的项目 它有分哪些不一样性质 有些是艺术品的 有些是它有像会员卡性质的 有些是它就是纯粹搞笑的 有些是结合去中间化金融的 我先把这些东西解释完 再来看我的收藏品 哪些符合哪些性质 然后再讲PAC 再来讲追高狗俱乐部 不过关于追高狗俱乐部 就是FOMOTO CLUB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FOMOTO CLUB 就是我跟Raymond 在10月24号会公开发售的 一个我们的NFT 它是一个俱乐部性质的NFT 也就是说拿到这个NFT 除了你拿到这个 它也是PFP 就是Profile Picture 就是你可以拿来做你的大头照的 除了你可以得到大头照之外 都可以有个Bonus 可以进到我们的Discord里面 那你现在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 我就一并回答一下 就是10月24号下午2点半 我们会在线上做一个直播 跟Raymond会来聊一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的Crypto投资的策略 跟我们观察的趋势 还有些投资方法会来讲 那么直播讲完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你讲 怎么样买这个NFT 所以说建议你那天 你要在下午2点半 然后大概预留1到1个半小时 才可以听我们的直播 并且顺利的购买 如果因为很多朋友的私讯来说 可不可以帮我保留 我怕我抢不到什么的 因为太多私讯 我们这次就是用公平发售 就是时间到直播完 那就会发售 当下没有买到不用担心 因为在OpenSea 在二级市场里面都可以交易 所以说你就是跟有多买的人买 但是我们每一个钱包都有限额 就是不能买太多 那你说你要准备多少以太币呢 当天我们讲细节 但是我就给你透露 因为你有听节目 你也透露 如果你打算买一支的 我建议你钱包里面 就准备好0.5颗以太币 你会非常够用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你会非常够用 总之你就是准备0.5颗 你会非常够用 那么比较老经验 当然你的钱包里面 就会准备多一点 你可以因应比较多 特别的变化 因为毕竟我们的总量是有限 我们整个俱乐部的 最高狗的NFT 它的总量是有上限的 我们都会在直播的时候 跟你说清楚 OK好 那它都有什么性质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 好 一如往常 等一下会讲到什么程度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就聊一聊 有缘的话 你就希望你听完之后 有听到一些你想听的东西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就再停下一集 OK好 那么我们就先来进到什么话题 先来进到2000万是怎么回事 当然你听过上一集就知道 这是抓眼球 一方面你说有没有2000万的 你看这边这样加起来有个 因为最近跌了蛮多 都回调 大概25%有了 所以这边加起来有60万美金 应该可以算2000万 但是又转过头来讲 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在crypto的世界 你用U本位算 可能是有某种程度上 就没有那么有意义 很多人就会说 这算几颗以太币 或者说一个NFT就是一个NFT 我们也不用用币来算 但是为了方便起见 等一下我们还是会用一颗以太币 就当做它的10万的价值 来讲一些说 这张花多少钱 这样我们有共同的预言 会比较方便 好 那我们想先进到一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 到底这个买卖NFT 它的利润从哪里来 那一样我们会去聊一些 哲学的思维 低性原理的东西 好 那么买卖这个东西 其实你知道吗 不管你从股票 基金 期货 选择权 到外汇 然后到crypto 买币 卖币 玩不玩合约 开不开杠杆 到NFT 其实大家去买卖 都有一些不一样的理由 但是其实我们从行为上来看 其实大家就是 做某个动作 把钱放进去 换某个东西 然后希望未来可以 换到更多钱 或者是换到某种 某种你追求的分数 在NFT的领域就有这个分数 因为有些人他买这个艺术品 他是不卖的 他就觉得我需要 我希望拥有这个 像前几天有一个人的punk 他被出价 9个million 900万美金 他说不卖 因为他有他的理由在 但是在股票上 比较少这个性质 不会说我一定要拿这五张 因为我的五张很特别 比较少这个性质 但是说穿了 大家都在做一个事情 就是我做一个行为 然后希望他经由某个函数的变化 化学变化之后 他可以变更多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 你再退一步来看 其实生活何尝不是这么一回事 你决定去考这个事 考这个证照 决定去这边上班 决定去念书 也是在做某个行为 而这个行为 他可能不会在当下 立即用金钱回报你 但是他会叠加 在你的人生上面 在你的事业上面 你拥有经历或什么东西 然后在未来的某个时间 他会用一笔或是线性 或是陆陆续续给你的方式 回到你身上 其实说穿了都差不多 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探究 这件事情的本质的话 很多人他就是很纯粹的 在玩一个赛宝 白家乐 这种东西 就是我压下去一翻两瞪眼 我举个例子来说吧 在NFT里面有一个 短线上很流行的 大家一般 尤其是新手加入的时候 玩的玩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去拿白名单 或者说去等到他那个命 就是印出这个NFT的时间 什么命 那就是举例来说 我们说最高口俱乐部 10月24号 下午3点会命 你就那个时候 手在电脑前面 然后网站开的时候 你就点说我要印几支 然后一支多少钱 你就会用一个 官方告诉你的最低价买到 所以说在这几个月以来 就发生很多这种 这种有利可图的地方 他说我可以用0.05就印到一支 我就一次印十支 对不对 0.05就是5000块台币 然后5000块台币 然后印完之后我就有了 觉得这个项目很好 而还没有在第一时间印到的人 他们就会到二期市场里面 就open sea上面 你就可以想象他是像 雅虎淘宝这样的一个 拍卖的地方 就可以去跟人家买 印到的人通常不想亏 我用5000块买的 我卖你1万 那大家就会抢 就会把这个价钱往上堆 所以就会很多人去命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命这个方法 或白名单这个方法 你会观察到 在前一次的NFT的牛市 就是大概在八九月很high 下来那一次跟最近 就很多破发的情形发生 就是说我用5000块命 对不对 结果怎么到open sea交易之后 很多人就开始 我们叫paper hand 直手 就diamond hand的相反 我边讲有的时候 还是会照顾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这老少嫌疑 的节目 所以讲一讲科普一下 说给刚加入NFT或crypto的朋友 讲一些这个术语 diamond hand就是拿住不放的 paper hand的相反 就是直手 你就把它快速卖掉 他可能是这样 他5000块买完 他突然恐慌你知道吗 他说完了 我买这个什么垃圾 我现在不赶快卖掉 我到时候一文不值 赶快3000块卖掉好了 那这种情绪 就会让他越来越低 好 那我们停在那边停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不清楚 这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会 有什么可以命 我就命一命 然后命完之后 好像就是一翻两瞪眼 就是有的时候赚 有的时候赔 我也搞不清楚了 好 我们就看一看 就一个根本的经济学原理 就是那明明在命的时候5000块 为什么之后变高了 好 那这就是上一集讲到的 它还是一个基本的供需原理 供需呢 逻辑上是这样嘛 如果我今天发售1000支 但是在这个市场上 有若干的人 他们当他们知道这个 知道这个项目方的公开讯息的时候 他的大脑启动某个机制 认为说这个东西有戏 有戏 那他就会想要买 那这些萝卜称为能量 就是说他们是会买的能量 只是能量不一定会在 命的那个时间 一瞬间爆发 它可能会散布在后面 所以说假设说 今天公开发售1000支 但事实上后面的量能 有5000支的量能 那这个时候 就基本原理而言 后面的价格就会往上推 好 所以说你在判断 可不可以命这个项目的时候 你就会去多方判断说 看他的推特多少人 Discord多少人 项目方怎么样之类的 但是很遗憾的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可以作假 所以除非是你加入之后 你还跟Dev跟开发者 你可以去多聊细节 你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好人 或者是他这个Room Map 就是路线图 是不是讲真的 你才有更多的资讯 好 那我们先拉回来一下 我们刚刚讲了说 这个利润来自什么地方 利润我们总规矩话 在这个世界上 你事情有利润 就是有另外一个人愿意付更多钱进来 就有利润 你说你卖个便当也这样 我买餐盒 肉菜 什么东西的成本50块 我花我的精力 灌进去之后 我想卖你100块 有人愿意付100块就OK 那愿意付100块的人 基于什么理由 那是他的事 就他有可能基于很多种理由 他可能觉得这个都很营养 他觉得很实惠 可能觉得很方便 对吧 所以在前一集的时候 很多人都聊 NFT 有人都说我还是不懂 这个东西没有实际价值 没有意义 我跟你讲 你只要讨论到意义这个话题 你就很累了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如果不把范围缩小 在一个范畴的时候 你是很难讨论意义的 就像我们之前常常聊到 举例来说 你说考大学念这些东西 有些人就想说 数学学这东西干什么 我以后出车会用不到 你在讨论的是 更大的层次的时候 你会再问下一个话题 就说 那为什么我学要学这个 那我是谁 我为什么在这 我从哪来 我要去哪 就是讨论到哲学议题 对不对 就会很大 所以你一定要 缩小在一个小的范围 像我们打电动 以前玩那个 仙剑奇侠传好了 练RPG 我不能一登录之后 我要练功 我打第一个敌人 我说打这个敌人有什么意义 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没有 你在玩这个游戏 那这个游戏打死 这个敌人之后 等级会变高 你在这个游戏里面 得到你要的快乐 就是逻辑上来讲 那这个东西 在变得更大之后 人家为什么要买这个NFT呢 每个人有他的理由存在 就跟大家 为什么要买这个股票 为什么要在这边上班 为什么要 找这个人当伴侣 什么都有他的目标 但是 这些东西的函数 因为人心太复杂了 我没办法去掌握 所以说我们就会拿一些指标 在过去在评价股票什么时候 就会找一些什么融资余额 什么本益比多少 对不对 然后有什么新闻 筹码量能分布 他都是希望用某种量化的指标 来判断背后的人心 所以这个话题讲一讲 会越讲越大 那等一下我会缩小 讲到一些我认为 比较极简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极简风格 极简 比较你操作者来的东西 那我们就讲 先刚回过头来讲第一个 就是说 你会可以用更高价卖出 就基本道理 就是有人愿意付更多的钱 所以当这件事情 不会发生的时候 就不会 所以你就必须要先问自己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为什么未来 我为什么这边用5000块买的 未来会有一个人愿意付更多钱 你必须先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问自己这个问题 回答的出来的话 那你这个NFT就可以报得更久 或者说你的胜率就更高 如果你回答不出来的时候 我建议你就停一下 就是你不见得要参与 人家机会每天都有 好 那这个基本命题 大家过关之后 我们就来讲 其实在NFT的操作里面 Crypto也是 其实全部东西都是 今天我们建议 以NFT做举例 做举例是很好的 有没有可能NFT市场 结果就开始 就是一卸千里 然后就GG了什么 有可能 但是痛苦会过去 没会留下 我们会从里面学到 我们要学到的东西 OK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可以从里面学到什么 短期长期间 短期间就刚刚讲的 可能会去找白名单 就是说项目方会这样 他会用某种机制 让你说你只要做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白名单 白名单就是到时候 公开发售前 我可以让你先用某种价格买到 因为你是支持的人 这样通常就有利可图 像前阵子 Make covers 类似钢弹 那个又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等一下看会不会讲到 这是一个方式 对吧 或者是我刚刚讲 Mint这种形式 就是时间到的时候 我去抢 尤其是Mint这个形式 在几个月前的R-Blocks 就是一种电脑数位 去做的艺术品 有很多不一样艺术家 这个基本上是这种 这种叫做generative art 就是这种用电脑语言去写 然后装造出来艺术品 算是一个龙头品牌 那那个时候R-Blocks 很火那个时期 都是很多时候 你只要Mint到 你只要可以Mint到 那就是必赚 甚至有的时候 是你可以举例来说 用10万块Mint到 结果过两天之后 卖200万 就是一个以太币 卖20个以太币 就在很火的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一件事 一定是过热 就是回头看过热 在我比较没有精英的时候 当然这个地方 也吃一些亏 有时候在过热的时候 就抢进去 上次有聊到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聊到 还有一个短期玩法 就是什么 就是短线上的flip 就是判断说 现在这个短线是超跌了 或者说因为这个项目 接下来有些大事情 像是 可是这个等一下有相反 我们等一下来讲 像是前阵子 这个BAYC BALL APP 他就有发布 他的这个2.0版的路线图 所以我们接下来 会做哪些项目 而且可能明年第一季的时候 我们就会也会发token 也会让持有者 可以有这个 DeFi的性质 什么东西的 OK好 那你要去判断 你要去判断说 这种新闻 是属于大家都知道了 还是你因为跟得很紧 所以他其实只有发布 在这个持有者的频道里面 少数人看到 因为这有差 如果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他会去先反应 因为大家会跟 每个人都会根据 事实上他的价格反应 往往不是因为 真实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是大家认为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先用我的钱去投票了 投完票之后价格就动了 所以才会有 一个说法叫做 Buy rumor 然后Sale news 就是我在有谣言的时候 就先买 可是真的要上架 那个token真的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反正要卖了 就是这种说法 逻辑上就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你更可以去掌握 这种人心的话 你可以做到一些短线的flip 你在超卖的时候去买 或者说有一些消息 他们都还不知道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就先买 像其实等一下我们讲到pack 有某个程度上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你听到现在 我们现在几分钟了 看一下 我们现在18分钟 如果你要愿意听下去的话 说不定你就可以听到一些 相对少一点人知道 像举例来说 有人看到pack的艺术品 他们就觉得说 哇已经长上去了 已经很贵了 怎么贵之类的 但是事实上可能根本还没有 因为还有很多很大的事情在后面 那你是不是可以先掌握 好 等一下来讲 今天很多东西 很多alpha alpha alpha都可以 然后我们还会讲 最高口俱乐部 我们不是有四个密码吗 我这边两个 任何两个吗 第一 前面已经公布两个了 如果不知道 就听我跟任何人的节目 那我等一下会公布下一个 任何人有一个 你只要睡觉到这四个密码 然后呢 我讲一下怎么玩这个好了 你就要这四个密码 对吧 然后你听了我们这几集podcast 然后呢 你要在10月23号晚上 12点以前呢 在Facebook跟IG 就剖一篇文 然后讲一下说 听我们这个podcast的心得 那为什么想加入这个club 然后tag我们 然后呢 你会到个表单 我会把所有连结都放在下面 你到个表单 把这个密码输入进去之后 我们就会抽出五位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得到一只 这个追高狗NFT 那因为要听完四集 就是难度蛮高的 还要找密码 所以我相信是愿意行动的人呢 得到的几率都蛮大的 等一下再讲密码 好 那刚刚讲的第一种玩法 就是short term的嘛 短线的 你可以白名单 你可以mint 然后马上卖掉 然后当然也有人mint玩 他是爆长线的 再来就是flip 好 就是短线上去买卖 短线上买卖 还有一种逻辑 就是说 有人他有一个比较贵 就是比较稀有的NFT 但是他基于某些理由 他可能短暂上需要流动性 他就赶快用一个很低的价格卖掉了 这时候你看得出来 那怎么样你看得出来 就是你追一个项目 你追得够紧 你够了解一个项目的时候 你就有这种敏感度 那这边就差点讲个话题 所以说其实在讲到crypto这个事情的时候 尤其你在各大群組里面 你会看到各种神人 大家讲各种 每个人都很了解的东西 有人是挖矿很厉害 有人是他会写语言的 他会写智慧合约的什么的 就很多各种不同的人 那我也猜对有些新手来说 他进去有时候补杀杀 就好像很多东西可以学 在我看来是这样子 这个人创业其实逻辑很像 或跟人生一样 你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种过好生活的方法 赚钱的事情也好 健康领域的 另外跟伴侣的家人关系领域 这每一个派别里面 都有各种不同的工具 各种不同的派别 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我认为人的经历时间 绝对是非常有限的 这个在过去做行销创业 逻辑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一个人他可以什么都懂 什么都做得很好 或者是说你根本也没有必要 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在crypto里面 意思也是一样 甚至我们不用讲到crypto 在crypto里面的NFT这个领域 它里面就有分很多领域了 有些是艺术的 就真的是跟艺术品有关的 有些是迷因类型的 有些是跟之后的game有关的 其实你只要挑一两个领域 甚至一两个项目 然后把它弄到很懂 因为弄到很懂 你还会影响一件事情 跟你的下座大小会有关系 我其实蛮建议你可以的话 记下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到YouTube 搜寻 准乱控格凯利法则 因为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 有录过一系列 三四集股票投资的东西 里面就讲到凯利法则 这个里面讲的东西 其实跟你在crypto用得上 你一个东西 你要赚得多 你除了看得准之外 你还要下得够大 但是当你下不够大 为什么下不够大的时候 其实就跟你得到 你对于你自己的资讯的信心程度 跟你的行为 它无法匹配起来 所以在那一集 在凯利法则那一集 我们聊到说到底集中投资 还是分散投资 那一集我讲了很久 所以你去听 我讲结论就好 结论就是说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面 在一个完美的状况下 我们会想要集中 就是说我够清楚知道 这个事情这样就会成 我就集中 但是分散的原因都在于说 因为我没办法看那么准 所以说我希望 我去分散掉一点风险 但是在分散风险的同时 你就把获利同时也分散掉了 所以逻辑上来说 如果你要达得到 那一种 尽可能相对集中的方式 你就需要把你的精力 灌在相对 你比较有兴趣 也比较掌握的领域里面 不管在创业上 在工作上 或者在crypto研究上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对我来说 上一集我们就讲到 角色的问题 我就知道说 我的角色是什么 有些人他是项目方 有些人他很会写 写正的合约程式 有些人他跟一些 背后的smart money 大的 money 大的资金 有些情报什么 也跟有他的方法在 但对我来说 我知道我的工具 我的武器是什么 就是在人心方面 跟我在filter 在过滤这些情报上面 有一些我的方法 所以你找到自己的投资风格 这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拉回来讲一下 刚刚讲钱哪来 第一个short turn的 对不对 再还讲long turn的 long turn就是这样的 它其实就有点像价值投资 你就说这个东西很好 台积电很好 所以像 我自己是蛮喜欢这种方式 像过去我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 像台积电 一百多块就买了 买了就报了好几年 为什么呢 因为长线而已 它会表现很好 但是短线上都是投票机 大家会起起伏伏 所以像那些可以抱住 CryptoPunk 还有Ball App 他们就很厉害 对不对 从零点几 甚至是很低的 一颗两颗以太币 就一只只是十几二十万 这时候可以抱到一只地板 都变成六七百万 甚至一只地板 Punk来说都一千万以上 它就是看好一个长线上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long term来说 通常我们就会去买 这个所谓的blue chip 蓝筹的 或者说它有一些 特别的历史地位的 像刚刚讲到的CryptoPunk 它就有一个 就2017年 其实很多人说它是第一个 其实它不是第一个 它比较像是 第一个 以这种PFP 就是profile picture 就是个人的 这叫什么 个人的档案的照片 就是我们在Facebook Twitter 你要个人照片吗 第一个 这种一万个个人照片 认可的第一个 然后应该这样说 它有历史地位 对吧 Ball App 它算是第一个 它用这种club形式的 然后做成一个 比较像奢侈品的定位起来的 很多的这种第一个 它都会有它的历史效应在 但它的难处就在于说 往往都是在时间过完之后 我们才知道哪些是blue chip 现在的话 就是要有些猜测 但是它有期可循 我们两个用元素来看 我们可以看一些 好 不管是long turn 还是short turn 你要先决定一下 你到底是在玩哪一种game 不然的话 像最近不是就回调吗 回调的时候 这个跌起来 比什么都还快 比crypto 大家直守起来 一个砍得比一个低 很快就 因为它不用到成交 你知道它就用喊了 你卖45万 我就卖个38万 它马上喊就下去了 跟流动性很足够的币 订单簿上面的排列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很快 如果你没有足够多的信仰 这个东西要long turn 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就被洗出去了 可是洗出去之后 可惜 因为你没有看懂它的本质 结果它后来终究还是会回来 因为其实 其实NFT有个逻辑是这样子 它其实是一个diamond hand游戏 什么diamond hand游戏 因为很多东西 它如果真的有它的意义在的话 它其实总量都很少 对不对 了不起1万个 1万个其实真的 以这个世界来说 那很少的 那卖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卖就会paper hand 卖到diamond hand手中 一定是 恐慌的时候卖掉就paper hand 对不对 那时候懂去买的人 要么是flipper 就是他要短线买卖 要么是diamond hand 他就是我喜欢这个项目 现在便宜 我该买下来 我就抱着不动 所以逻辑上来说 它就是不断地换 不断地换 会越换越换到 不想卖出去的人手中 那当大家都不想卖出去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supply shock 就是说假如1万个 对不对 那你去看 如果它里面有25% 有2500个都在list想要卖 然后大家都在 还在待饭 还在卖 对不对 但它会慢慢说 你会看到一些项目 它是要出售list出去的 只有10%以下 大家都不想卖 如果再更说更说更说 像举例来说 我们之前讲到cyber coin 大猩猩那一个 它是个门票 我拿那个东西 我才可以进了群组的 我怎么卖 卖不掉 我买4只 一只一只卖掉 就一只 怎么样卖不掉 自然diamond hay 就像我们这个fomodog 我们只要吃到 做一个长线项目的 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 像会员凭证的东西 如果我们这个会员 把它越经营越好 那不止里面价值很好 大家里面有交到好朋友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把它卖掉 你不能卖 你卖掉之后 你这些朋友 你没有办法在这边 继续做交流了 它就会形成一个 很强的一个diamond hay的社群 所以如果要做long turn short turn 你这个就是要做long turn 你一开始要今天分辨清楚 好 那你来补一个话题 我们今天还没有切画面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讲 听这个podcast 其实差不多意思 都是还没切画面了 好 今天会不会讲太久 没关系了 就是我们的风格 再讲一下说 那你要买 买的话 你要通常买什么 像很多新手朋友在问 说一个项目进去 哇 奇怪 怎么有些就是一个项目 我们就看一下好了 假设说 假设说 就找一个 找那个groupie groupie在哪里 再次强调 像我这个钱包 我这边有几个不一样钱包 因为我pack pack都在这 钱包里面 很多都那种诈骗丢进来的 所以绝对不要去看 说有什么就什么很好 我们看个groupie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项目 前阵子买了 它叠了很多 叠了一半 但是这个是相对有信心的 我自己有信心 但是我是有准备好这个东西 就算没戏的话 我也无所谓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投资 你输得起的钱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 你的这个 不要把他让台积电 觉得说他很稳 这东西就是投机成分比较高 你看这个项目里面 便宜的一只6万块 对不对 我往下滑一滑 贵的一只就买到10万 但是要更贵的 我相信一定有一只 就是还要卖 要卖20万才卖给你的 这边一只就10万了 10万以上 好 那说到底要买 要买哪一个 我们就有个话题 说到底要买 这叫地板架 这叫floor 还是说我要去看这个rarity 就是说稀有性 稀缺的程度 还是说我要去买 你买最特别的 好 这边有个基本逻辑跟你讲 如果不管你是short turn long turn 我们就讲一个 就是你最后是要卖的好了 就是你没有要买下来收藏的 你要卖的时候 你就还是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他为什么要买 所以他为什么要买来几个逻辑 他第一个他参与这个项目 第二个他在收集 他在收集比较特别的东西 好 所以我先讲结论 结论来说对于新手来说 胜率最高的 最不会粗暴的方法 就是你买越便宜就越好 其实像你在报酬率的函数里面 你的买进价越低 你数学上你的优势越高 对吧 所以很多人其实他会说 我看一些稀有程度 这个比特别还怎样 逻辑上是 有没有大家都买单这件事情 因为真实会发生的状况是 最后你会看到floor 他如果真的涨的话 会涨到0.9 涨到0.9一直就说 你这个东西再丑 就是说 你再觉得他 你说举例来说 你说你再看一看 你说这个大便头 这个谁要 对不对 但没有 就是当这个项目的火的时候 大家就是会有人想要用便宜的价格买进来 所以当地板 大家愿意卖越卖越高的时候 你地板价位神 那你就可以用相对 你现在买0.638这一支 对不对 6万3这一支 然后这个熊市 短暂的熊市 熊市这种名字很好玩 在NFT里面熊市可能讲一个礼拜就熊市 不是说一季 还会一年 这样子 好 熊市结束的时候 上来 那叫地板价 前任的地板价 这个到1.3 那你这次就可以卖1.3 你就可以用6万块买13万卖出去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好 所以就地板价来说 你的几率 你的胜率 是最不会出包的 那第二个是什么不会出包的呢 这个就要有点钱 就是说你要买天花板 就是要买floor 要买ceiling 就是最顶跟最底 为什么最顶呢 我们讲个逻辑 就这样 所以你说我要买个稀有的 那稀有的最怕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你去看那个rarity tool 就是有人会用那种稀有度排行榜 那他就看他说 这一只你看 你看他就这样讲 他说这次你看地板是6万对不对 可是你看我这次 我这边抓高一点 8万这一只 他排名就很高了 因为他有个什么倾向链 这样 ok 事实上是这样没错 就是就稀有度来说 因为左边那边都有些特征 你说这个倾向链只有几个有 但是这边有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这个共识强不强 也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倾向链很重要 跟我在玩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得到这个2000名 好了1万个里面2000个 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这个事情没那么重要的时候 这个就是什么 孤方自伤 取高贺寡 就是我自以为好 但是最后这个东西还是只能卖地板 它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这个有一个问题在 就是在于像现在这种熊市的时候 你买的特卡 你就自以为的特卡 卖不出去 特卡在熊市 熊市没特卡 熊市就是特卡都当普卡卖 你如果要做这种 flip的这种事情的话 你就要掌握一个逻辑 就是说好 你这个0.8万买的这一个 你认为的特卡 你要在熊市来的时候 上升段的时候 用一个12万把卖掉之类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才有一个共识 大家才会有一个 FOMO的情绪说 哇我现在用这个价钱买到这个 就有点特卡了 那个共识才会起来 那冷冰冰的时候没有 再另外一个逻辑 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为了进个俱乐部 来说的话 你觉得这个东西我放大头照 我还好 我没有一定要多特别 那你就是买便宜的 你就得到这个我们叫做utility 你的效果就出现了 但是这种特卡这种东西 如果是到最特的话 它就有那个共识 这是什么 我们的逻辑是什么 逻辑就是说 你普通要特不特的共识 我不知道强不强 但是最顶端的时候 总有这种收藏家 就是总是会有人 就是非常厚压这样子 他就是 反正我就是要买 我就知道买最屌的 我没有在差那多少 所以你看他说 这张好没关系 200万我就买 那他这个策略当然也是 他觉得200万 他是24天前买的 或者项目要是起来的话 这种最顶的这种卡 一张1000万也差不多没有问题 所以他就买最顶的 所以逻辑上来说 胜率会发生在共识最强的地方 就是最顶跟最底的地方 好 那到底有没有可以买特的呢 这个东西就是 第三难度 就是说floor最简单 ceiling的话 难是难再来说 钱要够多 这个稀有度的话 这种稀有度的狙击 snipe的话 你就要有够强的眼光 够强的眼光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我们拿cybercon来举例好了 就是大猩猩 我们看一下怎么点 比较容易点到大猩猩 我这边开了很多 主要你还是要在open sea去看 我这边开了很多都是那种 第三方工具来追踪钱包的 所以我就这样呈现起来比较方便 举例来说大猩猩 它其实有些共识 这就是你跟了比较久 你就知道 举例来说 如果在地板的时候出现石考特 就是七龙珠里面测战斗力 那一个 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steel 怎么会地板有这种东西 我们看一下现在有没有 好就这一支好了 7.77万这一支 这一支其实最后有可能是 他用一个比较相对低的价钱去卖出 为什么 因为他 你可以看到他买的时候是70万 三天前就买 他现在很急 77万卖 而且为什么他这样其实没有赚 因为这个卖 open sea跟项目方都会抽一点fee走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想要打平不赔 那如果是这个情绪的话 你如果出一个6.5什么的 他如果急着要流动性 他可能会卖给你 所以这个就是个steel 这一个有石考特的 在涨起来的时候 可能就会是比较容易卖高价一点的 其实应该很好玩 因为现在在短暂熊市 你看各个项目在地板的地方 都会出现一些特価 因为他就比较急一点 好 所以这就是你看的比较紧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那更不用说 我们等一下可能要讲到 那个pack的系列 这些point 这些诗人 他这里面就有更多 我们现在都还未知的稀有度 如果你已经先破解 这些pack的密码的话 你就有机会去买到一些相对 像我最近有买了三张 一张都是十几万 我先讲一个好了 像是这一个 这个我前几天贴的 就是说 我这个深夜的shopping 我用了你看三万六千美金 一百多万 买了一个这个二十个cube 那这当然我有可能看错 这都有可能 但是在我目前的评价模型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超级偷窃 就是我觉得 天哪这怎么会只卖我一百万 这个理论上应该会是一个 我不知道一千万的东西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朋友在旁边说 哇好便宜 他也理解了这个pack的价值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我就不是买地板 对不对 我不是去买这里面 如果去找这个地板 可能那个时候可以买到 就是四十万什么 我用九十万买到这个 我觉得非常好 好这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讲到 所以你要去懂这个项目 你才可以用高于地板的价 某个程度的价格 去买一些稀有的 这个就是你要懂 不然的话 你比较安全的时候 应该就是在地板 你可能加个10% 15% 然后在地板里面去找相对稀有的 那还可以 可是你不要 很容易地板是四十万 你就拿一个八十万去买一个 你地板是四十万 你用48万以内去买 那可能相对还OK OK好 好 那讲到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现在知道短线长线 还有一些买卖方法之后 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评价 因为这个评价大家比较好奇的 尤其是我上次去介绍 我有买的 其实我建议这样子 就是你绝对不要去看说 我买什么就买什么 因为这东西 第一个是我觉得 这样子 第一个是我也没办法对你负责 这个东西本来你听了就 不能要人家负责的 但是就是说 你自己不知道在干嘛的话 很容易就会输掉了 就是这种东西 因为它太考虑人性了 像我这个钱包里面 有些东西绝对不能买的 我也跟你讲 像是 像是这一个 这个我就不讲它的故事了 这是绝对不能买的 这个Star Chain 还有一些东西 有机会再来多谈 这些东西是不好的 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不好 然后我钱包里面有很多空头的诈骗 每个人钱包里面都很多空头的诈骗 所以这些都是不适合去买的 好 我把它跳回我的钱包一下 两个钱包 看一下 好 我们就来讲一下 这些东西我怎么选的 元素到底是什么 因为它比起币 你又感觉有点更难 你知道吗 因为你币有的时候 你有一些应用性 新闻性 或者它是Later 2 它是什么东西的突破 然后它又可以DeFi 可以做什么 好像都有一些话题 可是其实你知道吗 就第一信源 你说穿来讲 都一样 反正就是某个话题 某个新闻 对不对 你说很多人 他投资某个项目 说他改变了世界什么 那个都在 世界根本还没改变的时候 他就卖掉了 那他哪有参与到什么 改变世界的环节 不是 就买了两礼拜就卖 一开始讲 哇后如哇后 对不对 那结果涨还不是卖掉 所以他也其实只是 掌握个人性而已 就是说 就是说大家听到这个新闻 大概反应也会很嗨 那我比你先嗨 那就OK 那我那到时候 这个事情没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会都会很恐慌 那我比你以前恐慌 就这样就可以赢钱 那大方向是这个 但是还是我强调 就是痛苦会过去 没会留下 我们在短暂玩是玩这种情绪 可是长线来说 NFT跟Crypto这些 Blockchain的技术 里面Web3这些东西 它是会改变世界的 我是相信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我这里是有分的 有些东西我是参与到长线 有东西我在短暂上 我就真的把它当一个什么 就跟我以前打Poker一下 它就是一个大型的 线上的抑制游戏 大家来玩一些东西 然后逻辑上是有点像这个样子 它就像一个online game一样 好 那元素上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讲了多久 30分 40分钟了 天哪 好 那我们就是看讲多少算多少 我们来看一些东西 首先第一个元素是什么 这些元素是这样子 我等一下会讲几个元素 这边列起来大概有个 十来个 它不是每一个项目会并存的元素 可是你有这些元素的 我们就会给他比较高的评价 因为他比较有机会去聚集一个共识 聚集这个人心 所以第一个就是历史性 历史性我想大家比较理解 就是像刚刚讲的 如果是blockchain上面的第一个项目 对不对 或是某个机构的第一个 或者说像举例来说 前阵子Visa不是买了一个punk 如果假设说他到时候会卖掉的话 如果我想那个punk 也会有他的历史意义 就是说一个大家认可的金融机构 买的那个punk现在在我手中 所以NFT这事情很好玩 这个交易记录 当初是谁持有这个事情 也会大幅影响历史性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 这个历史性的东西 它的难度有点高 它高在说 第一个你时间没那么久的时候 还没验证 所以你是猜测它会成为历史性 但是最后真的会留下来 像我现在看这些 我自己认为这些PFP 迷因的这些NFT 可能真的跟Grevy说的一样 最后这九成都会归零 它都是98% 但是他说会归零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会学到东西 因为你会借由参与的过程当中 去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是相当同意这个说法 我自己感受也是这样 所以历史性来说 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感觉起来的 比较确定的就是 做这个CryptoPunk这家公司 Lava Lab 除了这三样 它有一个Autoglyph 一个CryptoPunk 跟一个Mebeat 其中CryptoPunk这个项目 它是更 更是已经有一个超强的共识 它共识非常强 想到后 在接下来应该会有DeFi的项目 会让这东西可以直接做直压 就是什么 就是大家比较理解的房贷 像你是买个房子 那房子没有流动性 那房子我可以贷款 贷款出来的钱 就可以拿去做一些事情 那Punk也可以 我花了2000万买个Punk 哇卡在里面怎么办 而且Punk还不能用Punk带 对不对 那我之后可能阿贝什么的 他就会出 你可以把这Punk直压进去 然后我可以从里面去借多少的U 或以太平出来 又可以做事情 所以如果已经有这种共识的话 它这个历史地位什么的 我们是比较可以认可的 那其他东西的话 历史性来说 我觉得你还比较可以做的 可能就是一些在艺术领域 这我就比较不懂 其实像我现在也是学习 像我们之前会买Pack 也是 因为Raymond他们家是做设计的 他爸爸是很厉害的设计公司的老板 设计师 他们也对于这种艺术品的收藏 是比较专业 所以那个时候Raymond就有一些 有听到一些消息说 Pack这东西好像不错 我们就那个时候参与 后来才慢慢地去学习 也知道说其实在数位艺术领域 或传统艺术领域 都有一些大家有比较强共识的 举例来说他什么时候上过家室的拍卖 什么时候上过舒服比拍卖 这些东西 然后大家都认可的艺术家 那这些艺术家 他第一款NFT的艺术品 他就有某个历史意义 对不对 他就是跨过来这个地方的第一个 尤其是这一个 如果在那个时候 因为他需要一个转换 因为传统艺术品的人 他也是慢慢地移到NFT 有人移得快 有人移得慢 好像金融界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可能有些很有名的 他出这个NFT的时候 很少人知道 然后后来 后来就是应该这样讲 就是这个艺术家他很有名 但是他出的NFT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传统艺术圈的人 觉得这NFT有戏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懂 可是我们知道他是很有名的 像举个例子来说 之前那个蔡国祥老师的NFT 逻辑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出了NFT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去买 那很快他就有很好的一个涨幅 这就是如果你要做Flipper的话 历史性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第二个 这是我最重视 最最重视的Dev Dev是什么呢 就是 我可以用 我可以画画的样子 第二个 就是团队 团队 其实这个说起来有点吊诡 就是我们又希望他去中心化 可是其实在参与一个项目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 你可以理解比较中心化的 因为有主理人 有行销 有里面有他的写程式的人 他们去营运这个东西 好 或者说我在人生上的哲学 我的逻辑是这个样子 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很多东西你是不懂的 就是你没办法懂到那个程度 有可能在技术上 有可能是你能够得到的公开资讯就是没那么多 这都有可能 那你最后还是要抓一些东西吗 就像过去做长线投资的时候 我们抓什么 抓RE 然后抓一些比率去看到说他真的能够让资金是有效运用 然后他破产的风险又很低的公司 对不对 可是最后就还抓个什么东西 就是老板是谁 就是你这个人的品性 或者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或者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或者说你用一个身心灵的角度来说 就是他这个人是不是正的 是不是走正道 他的能量是不是高的 这都会影响吗 那我自己个人感觉 就是说在吃素打坐 往这方面走的时候 我自己的感受是你更能去感觉一个人 他正不正 他是不是走正道做正的事情 或他散放出来的能量是不是对的 或者是有些人他有时候会说看面相学 或者看一个人的气场 那其实总的来说 这看来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个对的人 是不是个靠谱的人 所以很多人来说 我之前买那个Sibley 那个小机器人 是什么有很多人私讯我 我都只回答一句话 我说我觉得创办人是好人 就这样子 你说真的来说 我有没有一个很强烈的理由 说因为我基于什么分析 他跟什么项目比较 怎样 我跟你讲没有 就是我觉得还好 我都有看一看了 但是我觉得他那些理由 说实在的 很多人在买卖这些理由 我都觉得没有强烈到 说你可以支持他一定会涨 一定会跌 但是这个人如果是靠谱的 负责的我就看就说 我们是不是在同一条船上 或者说我的目标跟你的目标一不一样 因为很多人发币 或者是ICU或是发NFT 他的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的目标是卖出去 卖出去就是我就得到以太币 对不对 那后面会怎么样 很多人他是这样 他没那么坏 他不是说后面我就给你摆烂 后面是这样 他也不懂 他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 因为NFT发很简单 我做个图对不对 弄个程式就发出去了 甚至有些更简单 OpenSea上你就给他发一下 就上去了 对不对 但是后面要干嘛 这跟有没有创业经验比较关 就是你是在营运一个项目 在项目里面你要怎么样 让客户满意 怎么样 这个市场上有够大份额 当然有的时候是你的迷因 够迷 大家就已经去中心化的共识起来 像之前有一个快餐蛙 他这叫做fast food friend 就是一个青蛙 戴麦当劳帽子 迷因的效果很快要起来 可是其实那也是短暂的hype 中间还是会掉下去 最近就掉下去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今天参与一个项目 他的目标跟你的目标不一样 你怎么玩都很难 你只能去玩短线flip 就是说玩大家共识 可是你的长线上是hold不住的 像NFT Sibling这个东西 就是JC这个人 我也不敢说我什么认识他 看了他多久什么东西 但是我参与 因为像你参与这些NFT的项目 像不管我刚刚讲Pack 或是Sibling什么的 我都会在discord里面 真的去不是看 还会对话 然后他们有直播的时候 我还会去问问题 互动什么的 你会有感觉 你会觉得说这个人 他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应该 或者我换位思考来说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 我如果发了一个NFT 也不是我如果发一个 我们就要发一个 所以我发了 我会非常忠心的希望 我可以做尽一切能力 让买到的人都开心 就是在各个层面上 你都可以觉得买到赚到 我会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也是这类的人 所以说我想要参与他 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其实我跟你讲说穿了 很多项目 他讲起来的东西差不多了 其实很多人有时候传讯息给我说 我看一个什么项目 我觉得他RAWMAP写得很好 我看哪有多好 还不都写一样 就是我们会发token 我们前阵子很流行发token 我们会发token 我们会有metaverse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写metaverse这个字进去 其实你就看到 你以为看到他写什么 根本就不知道好不好 我们会有VX版本 我们会在sandbox里面 会有什么角色 然后我们会有community 我们有个道 我们可以投票什么的 全部都是写这样了 可是写归写 到底会不会做 不知道 然后做到底做不做得好 不知道 其实你有创业经验就知道 一个事情 有idea跟有执行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idea非常简单 每个人每天都有超多idea 但是执行 能够做在那个地方 深度工作 把事情执行完了 非常困难 尤其在遇到不顺的时候 举例来说 现在NFT弄下去 对不对 结果熊市一来 现在大家都在那边抢着卖 然后你这个东西还没命完 再假设一点 假设你匿名团队 你会想说 算了 反正匿名团队 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我在做下一个项目 超多这种东西 所以这个实名制团队 然后他又是好人的 那我就支持 就很简单 我就投资 我这个必要的 就是不是必要的钱 就是输得起的钱 去支持 其实之前我们在做股票投资的东西 就这样 有些数字 你基本上看完之后 然后我还记得之前有跟朋友聊 很早之前买台积电 然后还有买迪士尼 一些公司 有人跟我说 台积电最近怎样 看新闻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看 但是我猜 我猜张中某先生应该比我 比我担心这个事 或者说他比我知道该怎么做 这样子 他那个时候还没退休的时候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更多比你更知道 如果他是跟你同一条船的 他更知道发生什么事 该怎么做 他会去担心这个事情 那就交给他 大方向是这个 所以Dev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他的开发团队是什么一回事 那你说这东西本来量化 就是想办法去参与 去做调查 所以大方向来说 我喜欢实名的 但是如果短线上来说的话 除非他的 如果不是实名的话 他的community就够强 所以我们讲第三个 就是community 就是社区性 社群性 好 社群性 这一点就是说 这个东西 像很多人来讲说 这个跟之前有些那种老韭菜 就是之前参与过了 说这个之前我们就知道了 很多狗屎币 甚至之前的ICO之乱 然后我们都知道这种东西 NFT也是一样 泡沫一个 好 我还是坚守我的立场 我认为痛苦会过去 没会留下 这东西 它有它的意义存在 它有一个不一样在哪里 就在于说 他 ICO 他大事把钱丢进来 希望某一个梦会发生 然后就没有发生 NFT的很好玩 有时候是这样子 那个RAWMAP没有发生 大家买那个快餐花进来 在discord里面 就会形成一个社群 就是说这个社群力 这种迷因的力量 它是在过去的 除了狗币那个时候 Dogecoin 那个时候有这个性质之外的 这个NFT它是更强的 因为它每个NFT就长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进来之后 大家又发展自己的文化起来 所以它就有点像一种 一种宗教也好 或是某种 像有些很喜欢听某种音乐的fan 这样他们聚集起来的 这种文化力量 我觉得它是非常强的 更不用说像我在CyberCon里面 就是这个星星里面 星星里面 它就形成一个很强的社群的氛围 因为像这个最近跌下来 跌了一半 之前涨到一只都要100多万的时候 你就去想 会愿意买100多万进来的人 他就是有某个程度 或者说某个价值观里面的相符 所以在里面可以进行一些 比较高层次一些讨论 甚至是一些 你如果要讲爆牌的话 在这种地方爆的牌 绝对在某些免费群爆的牌 这个爆的牌质量 也是比较高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 所以我这边就来讲一下几个 像CyberCon 还有像Distopunk也是 这个也是跟星星的渊源很深 我这边三个都很 这边四个都很深 就是CyberCon Distopunk Octo 这个章鱼的 像章鱼这一个 我那时候就买了两只 一只都在 一只八万一只十万 然后涨的时候 都一直涨到五六十万去了 那我就六十万的时候卖掉一只 现在就还有一只 这大概三四十万 那可是这也是长线的 就是说他未来像CyberCon 这个现在大只的 他有分大只小只 有人希望我讲一下 他的Token模式 等下会讲一下 因为等下会讲到 Utility跟DeFi 但是我先讲 就是说那个大只的一只 是不是先要一千万以上吗 最早一只 也是从1万块开始的 但是他就是因为社群力聚集 越来越强 那共识很强 就到了这个 这个东西 他到一只一千万 不是说自己喊 是真的有场外的人愿意说 好我花一千万加入你的社群 那这东西 你其实想一想 他就是make sense的 逻辑上来说 你假设 我们现在在玩某个游戏 那这游戏里面的最高竿的 最厉害的 他们慢慢的聚集到 他愿意在同一个社群里面讨论 可是这社群也不是说 你想进来可以的 你就是要复苏某些东西 那现在就做NFT 他就是一种叫做membership的逻辑 那像这种东西 他就一定有他的价值在 尤其他的总量是固定的 因为买下来的人 他不愿意再卖掉了 所以他总量固定 所以像我们这个最高狗 之后也是这样子 我们总量是固定的 那我们希望营造起来 就是他的整个氛围 质感是非常好的 那还没做出来 但是我的预想的画面是 拥有FOMODOC的人 他是不想卖的 那他价格再来上去 我们不用做什么炒作 所以其实你看 我自己看这些元素之后 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 我就是希望 我可以里面去照顾到 我们做实名制团队 对不对 我们重视社群 我们重视membership 所以他这个FOMODOC到底是什么 不是什么 我们就边讲的时候 就边把他揭露出来 他是一个社群型的东西 那他是不是历史性的 但是当然就不知道了 我们希望越做下去 他希望他有历史地位出来 好 那么我们这边再往下看一下好了 刚刚讲的这个CyberClock 我在荧幕上的这个鳄语 他其实是Digitalpunk这个人 比较早之前做的东西 那目前的目光不在这 但是以Digitalpunk 他未来有可能发展起来的 这个宇宙来说的话 这个CyberClock 他是有一席之地的 那我也相信这个人 这个Dev 他不会去冷落他之前的 这个Clock的这个鳄语项目 所以这个都是一起的 OK 好包含这个CyberClock VX 这个也是 这也一起 像我这边看到这个SubDoc 他也是属于一个社群性 比较强的 但是其实这个的话 我就没有贴那么近 所以我就对于他里面的人 像他们这个都有 像这种也是很好 这也是实名的团队 然后他有YouTube上有 每周都有live show 就是会更新 像这种团队 我就觉得他们比较懂 怎么做 怎么做online marketing 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去 据人心的 这种团 这种东西 所以他在熊市的时候跌 我都是比较会愿意去买的 长线来说 我都觉得比较没有问题 好 那当然像这个 这个DogePunk也是 他 他是 他一直在转型 等一下我们会 后面可能会讲到 我们先往下讲 所以community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好 再来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NFT 在之前的时候 像这个CryptoPunk 这个头像 他买 你就是买一个画 其实像你看 你以前你买艺术品的时候 你会说 我买这个艺术品 还有什么用 对不对 没有什么用 我们刚刚讲到一个话题 就是说有人说 我还是不懂 NFT有什么作用 我刚才前面有讲 所谓的作用是因人而异 他觉得有作用 就有作用 但是呢 因为blockchain上面 这个性质 所以其实很多人 还真的把它发挥用处 像举例来说 我刚刚讲的membership 这种就是一个用处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discord里面 用个机器人去侦测说 你有没有持有我的NFT 如果你有持有 你就可以进到 我们的某个私人频道 如果说我们又会在私人频道里面 每个礼拜做直播 这个东西有没有utility 有啊 就是你本来是要买票入场 来听课的 现在你有持有NFT 你这个会员凭证 这就是utility 所以现在比较多的 简单的 不是要讲简单困难 就是说 常见的做法 就是我用这个membership的形式 让你持有 你可以做某些事 好 可是后续又有很多发展 什么发展 就是去中心化金融 那我们 这一集没有空 讲到太多 DeFi的起源什么的 我没有办法 从低信源里去跟你解释 就是 你先听听看 我们后面可能会再解释 但是简单来说 稍微小讲一下好了 就是说我们在金融上 其实很多人每天都有很多 比较每天就是说生活中很多金融需求 像你的钱 你就想要存在某个地方 有安全性 然后存了 你就希望有利息 要变高 然后你有利息还不够 你要定存 或者说你要买外币 或者说你就想要买积基 买股票 希望它可以变多 希望有某些的操作 在传统上 我们就有另外一种形式 私下的互助会标会 为什么 因为我存去银行 这个利息好像还好 我从银行借利息怎么很高 一个想存钱 一个想借钱 那么干脆就自己凑一组 对不对 可是凑一组 有一些风险 那风险是什么 就是导会 一些人心难以掌握的时候 有些突发状况 导致 虽然我可以得到比较高的利息 但是我就伴随一些风险 那你去想象一下 所以所谓的标会这种东西 它不就是一个规则 就是说谁拿多少钱 拿出来之后 谁如果愿意在什么时候拿钱 那就可以拿多少 谁就可以赚多少 这逻辑是这个样 只要可以写这种规则 我们就可以在智能合约上面去部署 就是一样 就是写程式 写某个游戏规则 那你就可以想象 就是说像标会这种 它就这种去中心化的金融 就是它因为地域限制 或是关系的限制 只能在某个小的群体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它弄成 跟线上的 哇 那个就超大的 对 那之前就有些做这种服务 但是它那个还是一个中心化 就是某个机构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是用智能合约 部署在以太坊 或者各种链上面的话 它就是一个去中心化这种表现 所以说就有很多 在这个链上面 就有很多像银行一样的地方 或者像交易所一样 像一般交易所来说 刚刚说不讲DeFi的事情 就现在还是讲一讲了 就是说一般交易所 可能是我这边想办法 我聚集 我是中心化的 然后你就对我 你要换你就对我换 可以去中心化的是 我们大家都把钱丢到一个池子里面 然后你跟这个池子换 举例来说 我就手上拿着日币一个美金 然后我说配一组 然后丢到这个里面 然后大家也把它配 那之后要换日元美金 再跟这个池子做互换 它有某个数学算法 那你说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放进去 那项目方就让我给你一些好处 因为你把这个币放进来 所以说人家换的时候 手续费你可以拿一点 那我就愿意放了 所以是不是就有人愿意提供 有人愿意去换 想要去换 满足他的需求 那甚至有些人还会这样 他说你放过来这 我现在开个Ryan的交易所 你放过来我这 我就给你Ryan币 就Ryan币有什么作用 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作用 那之后可能你可以选择 我的公司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你投票这就是趋中心化的治理 或者说我这个之后会有些好处 所以说这个币在市面上 大家就愿意买卖 所以说你看到像很多什么Sushi Radium这些趋中心化交易所 逻辑就是这个样子 好 讲那么多拉回来 拉回来就是说 那我们也希望NFT有一些金融化性质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NFT 你拿着他就发token给你 就发代币给你 其实发代币这个事情说起来 就很简单的 因为其实我就是写个程式 对不对 在区块链上 我就是给你个记录 你就得到多少了 那不困难 你其实难是难在什么 难在说代币有没有作用 它有没有价值 但是因为这opensea 它就规定了什么 像之前就有些发现状况就说 你不能讲说你拿NFT 可以直接拿 你还可以得到被动收入 我们不能讲这东西 所以很多人都讲说 我们现在发的代币token给你 这是没有金融性质 它就纯粹只是一个我们的token 那么就举例像这个kong 这个kong 圆祖的kong有1000支 圆祖的kong 我们把它show一下圆祖的kong 有1000支 我们看一下最低现在多少钱 我还蛮好奇 最低现在一直到1000万 然后高一点 其实你看1000万没几支 1000万大概买到 三六 这样多少 十这边 大概买个十二十三支之后 就到1500万了 然后再买个 好像不到30支吧 这边就要一支2000万了 这支很有名 抽香烟这支很有名 之前一个kong 叫Kell 他拿的 所以他后来也卖掉了 你看这个人 他当初是用900万买的 他现在卖2000万 看有没有会买 好 哪有持有kong的人 他每天会拿到10个香蕉 我们来看一下香蕉多少钱 香蕉 香蕉 香蕉有很多 这个是AppSwap 是这一个 现在香蕉一个香蕉是54块美金 所以持有大猩猩的 每天可以拿到 你用美金算的话 500多美金 15000 每天 所以一个月就可以拿到 多少钱 刚刚说到15000 对不对 15000的话 那就是45万了 所以说他只要持有个大猩猩 一个月拿到45万 那一年就像拿到500多万 所以他拿大猩猩 如果买1000万的话 相当于得到一个 大概5-60%的报酬率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我本来拿的NFT 钱还卡一堆进来 结果你还给我发token 那这个token 居然市场上还有价值存在 那就很奇怪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东西的 大猩猩的目前价格还是被低估的 好 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香蕉有人要 以这个大CyberCon的逻辑来说 他是这样做的 他是说你如果拿持有两个大猩猩 你有两只要2000万了 然后你持有两只 然后并且你又收集到600个香蕉的时候 你可以伸出一只baby小猩猩 就是现在这边的一个小猩猩 最便宜只要75万 那你不只有小猩猩 每只小猩猩还可以领一只 叫做VX 就是立体版 之后可以在元宇宙里面用的 那VX这个一只 现在大概要10万 也就是说你把600个香蕉 你可以换到大概8、90万的价值 那我们看600个香蕉 现在是用美金来看的话 是多少 是3万美金 所以大概是100多万台币左右 所以你看他有个对价关系 就是说因为香蕉是可以换 换baby加VX 所以香蕉有价值 好 那现在又变下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baby有价值 因为baby有价值 香蕉才有价值 好 那这个baby有没有价值呢 首先我们可以先抛开个事情说 他为什么有价值 这个是也不见得到说 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 之前有些 有些NFT 对不对 拿着这个没有效果的 很有价值 所以为什么有价值 这个是多方的 多方的原因造成的 但是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是 他是一个community 就是说持有baby的人 可以进到discord里面的特别的channel 所以他是一个算是membership的 一个会员证 那这个channel里面 又会有很多好的消息 所以说 像我自己是在这个频道里面 我就觉得很好 你又可以学一些东西 甚至有人觉得说 我花这一个80万进去好了 可是我里面得到的价值 就超过超过500万了 所以这个就是价值 所以社群赋予它价值 价值赋予香蕉价值 然后这个又赋予大猩猩价值 那大猩猩也有它的独特的大猩猩社群 所以它这里面就套在一起 那套在一起 你就说这个很像资金盘 很像庞氏 我们就之前有讲过了 都是一切都是 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一切都是 就是它的共识强不强 跟大家买单的够不够多 像比特币就是一个 旁到最后变成一个 大家都认可的 当然它后面有它的好的技术 但是重点还是共识 所以只要一群人愿意玩这个东西 那它就有这个价值 你看以前的线上游戏 很多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线上游戏 对其他人来说没有意义 可以对他们这群人有意义就足够了 OK 生命就这么一回事 好 所以这样讲一讲 它这个是有点那种 DeFi的性质 就是说我持有一个资产 我这资产压在那边 我不要卖 那么我就给你奖励 那种感觉 那现在又越来越多的项目 也开始做这种东西 我们看一下看钱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像这一个独角兽 这钱包怎么那么乱 没关系它排版是这样子 有些你看有些这种真的很丑 然后就诈骗 很可恶 他就是头线丑的东西 那我跟你讲 顺便安全守折一下 你遇到诈骗的东西 绝对不要去买卖 有人就买卖这个 就整个钱包被清空 然后我是连这个隐藏都不隐藏 就是我就是不想按 然后按了就有问题 我就不要 好 按了就怕有问题 你说一般是说隐藏 没有问题 但是我就觉得不用动 没关系 这比较伤眼睛 所以我就会去用这种追钱包的东西 用这个看比较舒服 我刚刚要讲什么 我刚刚要讲的是 对我刚刚讲什么 有了 那个DeFi的对不对 这个 这个独角兽 独角兽 他这个是因为现在就在做这个 就是说你这个可以直押进去 然后他就会发给你他的一个 Unicorn Candy 那个UCDB 然后这个B 他可以去升下一个独角兽 但是这个东西他不是纯粹只是升 你说大家都用这个升的 就是一个都是庞氏 他这个是一个游戏 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就是游戏这个产业很有意思 你看过去很多人都是这样 其实玩游戏不会赚钱 花钱都愿意玩 对吧 所以他本身就已经有他的价值存在 大家才愿意花钱 花时间去玩 所以如果说接下来 就讲到下一个话题 就是说这个NFT可以结合这种game的形式 哇更厉害 像之前我们看暗黑 魔兽世界 或者是之前更早就讲到天堂的东西 里面都是有虚拟宝物的 那虚拟宝物它的交易 很多时候就会是 官方或第三方的一个利润来源 因为里面他可以可能有一些抽一些费 或是有些方法什么的 但是他就有一个性质 就是说他是中心化的 就是说 这个只是我公司游戏 里面称是一个代码而已 我可以调这个几率 或者是这个 这个宝物的数量 好像都可以随时去印印钞一样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NFT上面的话 他一切的东西就可以怎么样 还有可能性质 他有一些比较透明的算法 或者透明的 供给量的机制 还有就是他可以 甚至可以跨宇宙 他可以 他的拥有的 第一个 他的拥有跟交易变更简单 再来就是说他有可能可以共通 所以说有可能怎么样 你过去玩暗黑2 那个时候的某个宝物什么的 大家后来不玩的时候 玩新的 说不定他有某个机制 可以把它转过来 或者说可以用某个方式直压 然后可以生成新的宇宙 这个币之类 有各种天马行空东西可以出来 GAME这个市场的本身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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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 非常非常巨大 就是在 没有这些crypto 这些东西 或是没有 没有其他产业 应该这样讲 就是独立这个产业部分 他就有非常大的需求 跟非常大的 大量的玩家愿意花时间 精神 金钱来玩这个东西 所以你去想象一下 就是如果 未来的预设的形式 就是玩GAME的人 他只要愿意花时间 就可以赚到钱 而且像现在那个之前 那个Exit 就是说在菲律宾那边 很多人就玩这个就可以买 就可以养家什么东西 那个目前的话 只是一个最基本形式的游戏而已 就是我们不用讲到像这种 之前叫暗黑 星际 星海争霸这种东西 那么复杂的游戏 可是商炮如果未来 这样子复杂的游戏 他结合了crypto 然后他里面的宝物 有这些交易的市场 然后玩的人 但是在玩的过程中 他自己是个工作证明 我把时间花进去之后 我可以得到某个报酬的话 这上面就会有个爆炸性的成长 那现在很多的 NFT的往这个形式去走 但是其实还差很远 就很多他就游戏 都很像自己像愤怒鸟这样子 很简单的而已 所以他还早 现在就看说 这个交汇点在什么地方 就是懂crypto 懂defi 然后又懂这个币 那像所以为什么 我就买了非常多的ILV这个币 然后去质押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是一个 有可能产生交汇点的一个项目 然后像这边 我之前买这一个叫做 之前有介绍吗 Neo Tokyo 我也是觉得说 这个第一个他的dev 就是人 Alice Baker Ellio这些人 他们是靠谱的人 再来他们是要走 Game这个领域的 所以这个我们是比较早介入 那他又有 结合utility的性质 他有一个很强的community 然后他也有defi的性质 像这个很有趣 这个前几天 我持有两张 我看一下怎么样 可以 这边吧 点一下 Collection 我们去看Neo Tokyo Neo Neo Tokyo 我持有这一个两张 这两张一张 我30万买到一张 用110万买到 这边100多万 但是持有的人 就让他在前几天 让你可以有机会得到这两张 那这两张是二代版的 但是我就很幸运拿到这张特卡 这张特卡 之前有人出30万 就是绝对不可能卖他的 这特卡 可能就有70到100万的价值 所以等于说他送我这两张 这两张就是免费了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 就这么好 被你买到这种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在 这个资讯 还不是被充分的揭露 所谓被充分揭露 大家并不一定认识这个人 并不一定认识这个项目 所以市场上就很多 不效率之处的时候 我们去参与 那就会有好处 OK 好 讲了那么久 我们还没讲pack 就继续讲了 反正你听着看着办 现在一个小时 70分钟 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就是说 如果你愿意听下去 你就会得到好处 这个就是一个奖励 对不对 等一下还没讲password 还没讲pack 我们快速讲一下 最后讲一个burn 这个性质 就是说 呃 不以稀为贵 你东西就是越少 那他就这个感觉越有价值 所以说如果说一个项目 他一进来1万个 可是他说我们有某个机制 这个机制 可能你可以把几个东西烧掉 烧掉 就是你愿意把你的NFT烧掉的话 就是把它毁损 把它打到黑洞里面的话 那我给你某个奖励 可是这个NFT同时就会越来越少 对不对 像之前那个Sibling 他之后就会做这一个 你看我现在讲这个 之后就会做这个 就是属于 你如果没有贴进去看 你就不知道他会做这个事情 他就会做这个机制 所以他就会让你烧掉两个 烧到三个 你可以得到一个特别版的 然后可以得到某个跟艺术家联名的 所以我们就认为他的总量会变少 而且他的后面的utility很强 这样子 所以就有这种burn的性质都会不错 好 那这边左边的元素讲完 我们来讲一些 NFT上面有的一些不一样的领域 有一个领域就是艺术的 就真的艺术的 就是像我们想要pack 这个就是一个真的艺术的 或者说像XCOPY 我在我钱包里面有一个 看一下 像这一个 这是XCOPY一个入门款 那个时候用快70万买到的 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艺术家 前阵子 有不止一个艺术品 都用1000颗以太币卖掉 1000颗多少钱 100颗是1000万吗 1000颗就是1亿以上 我记得有一个作品 他用1300颗 1亿3000万卖掉 这个就是属于 市场上已经公认 他是有实力的艺术家 这就属于art形式 他就是都不需要这些东西 他就是有这个价值存在的 有些是迷因类的 像这个 我自己卖掉了 看一下 快就找到 Fest Food Friends 注意 直接在OPC这样打 有时候会遇到诈骗的 所以你还是要去官方的 去官方的推特 去 像这个就是迷因类型的 就是 就是恶搞 好玩 这样子 那这个 可是那个时候也很凶猛 那时候我 呃一只好像都买1万多块 涨到一只六七万块了 我就是在一只4万多块的时候 去买掉 买了7只 等于说花了7万块 然后大概有买了 总共买了30万 那种感觉吧 就是迷因类型 那有些就是会结合 一般现在很多迷因类型都会结合 就是说他可以当PFP 就是你的个人大头照 我们这个飞高狗也会 我们会有大头照 让你可以换 我们就是一个 如果我们大家都一起在Facebook换这个 就形成一个蜂巢 感觉就蛮棒的 然后有些就是刚刚有讲到 就是跟会员事业有关 OK 总之就是这些元素 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元素 买卖方法 这个都是你可以去参考 去评价一个NFT 它是否有价值 是否值得购买的一个方法 那全部讲完这东西 最后我们就会讲一个东西 那这些PAC到底什么东西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是一样 讲多少算多少 反正PAC是一个很长线的事情 那我就慢慢去揭露 那你跟着都够紧 你就会得到一些好消息 像为什么我对于我这个 不管是CyberCon Cyberling PAC 我就很有信心 举例来说像PAC好了 像很多 我知道很多朋友 他可能有听到我们的介绍 或者自己去看 其实你能看到的都是什么 你知道吗 都是网站上的资讯 对不对 就是你Google搜一下 对不对 然后你到NFT里面看 他有这些东西 当初卖多少钱 他这个Lost Point 规则是什么 但是呢 他如果 如果你可以第一手知道PAC的消息 那是不是就有优势 对吧 但是你要怎么知道呢 我跟你讲 就是非常难知道 就是像PAC 他自己有个Discord 但是你基本上进不去 就是他偶尔才开放 30秒60秒 就进不去了 或者是他会在某些Discord里面 会讲话 然后干嘛你知道吗 讲完10秒之后删掉 所以说像我自己之前 就是干嘛 我就是会去追踪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看到他讲很多事 然后他讲完之后删掉 但是你去网上搜 搜不到 可是两个礼拜之后 他就公布这个事情了 那你说这个有没有有没有优势 所以他就给一个东西 他说他给他的忠诚支持者 会给他优势 那优势来自哪 来自于info 很纯粹的就是光资讯能给你优势 OK 所以我就是期待说 如果我们在狙高狗俱乐部里面 我们大家可以有 因为一个人追一个项目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本事 追各个项目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会形成一个很强的 一个alpha的group 对不对 这种逻辑 好 那这个PAC这个宇宙 我先 他能讲太多了 我们就先讲他到底是谁 那他到底是谁这个话题 就是没人知道他是谁 就是他到底是个人 是男生女生 是个组织 还是他机器人 这没人知道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PAC 他就是一个在数位艺术领域 已经是一个很有名声的一个人 他有做过很多艺术品 那甚至他之前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有说 他说其实很多 你们在电影里面 已经常看我的作品了 只是你不知道 那是我做的而已 他的艺术品 我自己是因为很 我对于哲学 一些身心灵领域 世界真相是很有兴趣 我觉得他的艺术里面 很多这种影子 很多这种味道 像他这次做Lost Point 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哲学议题 里面我就觉得很有味道 很有意思 那我最早会接触 就刚刚讲到 因为Raymond他们介绍 那我们那时候就买 买这个系列 这个Fungible 这个叫做Cube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边写Collection 就是他各个系列 那Lost Point 就是他最新的 就是9月的时候 做的这个系列 那这系列都还在做 他的整个项目 跟所有的迷因的系列 不一样就在于什么 就是你知道很多团队 都是边做边想 然后再突然 那我们下个月做什么 这个Pack 这个系列 我们甚至怀疑 他从几年前 就已经把整个Rawemap的写好 因为你会看到很多 他现在做的东西 跟他几年前的东西 是呼应在一起的 那甚至这次Lost Point 还有一些东西 可能会跟上一次 这个 The Fungible Open Edition 这个Cube 是有呼应的 那总之那个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Cube 一颗500美金 你看他现在一颗是2万美金 所以那个时候一颗1万5千 一颗60万 买这个东西 以前不懂 那个时候就想说 买这个 我们都有经过Fish的时候 买这个 算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苏富比 就是第一个 苏富比拍卖的NFT 应该是 应该没有错 应该没有弃错 应该查证一下 应该是苏富比第一个公开拍卖的NFT 还是Pack是第一个人合作 之类的 大家可以再查证一下下面留言 总之那时候就买 那我就只买一颗 那时候原本好像买了11颗 那个逻辑是这样 就是说 你如果买一颗就得到一颗 你买4颗就得到4颗 这个 可是你买5颗的话 会变一个5的 这样子 那如果你买16颗的话 你就会得到一个10的 一个5的 一个1的 这样子 他的目的 有另外程度就是说 他不让金鱼 你一次买 买100颗 你就可以在 100颗可以到货 你买100颗 就被粘成一个 100颗就一个 一个100颗 好 那这就一个艺术品 你说大家有什么 不懂 那个时候就买一买 就放在那边了 所以我用15颗买 那买一买 那个时候 后来要玩NFT 我就玩一玩 我也不懂pack是什么东西 我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来赚 那个时候好像一颗变成 一颗15颗 变10万了 我就匆匆忙忙的把它卖掉了 我就哇 高兴 就是15到10万 涨了7倍 对不对 可是后来发现不对 为什么突然这个方块涨上来 后来Raymond就去追消息 追一追 我们就追一追 发现原来 这个pack 它是有很大的计划 而且它真的是一个 以前是这样子 其实你现在听也是 我跟你讲它很强 你也是听听而已 我们以前人家跟我们讲它很强 我也是听听而已 但是后来我看了越多之后 说不对 这个我这个见识太浅薄了 它是这个 就是毕卡索这种等级的 就是真的会改变世界的艺术家 它有一个很大的计划 所以说这个pack 这个cube 它那个时候很多人开始在抢 就一颗涨到一颗变30万 我就赶紧30万买一个回来 然后我还觉得说 那个时候买太少 然后因为 这边讲个机制给你听 就是pack 它还有发明一个币 这个币叫做ash 讲发明个币很奇怪 它是发明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 就是它的 只要是它的艺术品 就可以经由一个智能合约烧毁 然后拿到一定数量的ash币 但是它再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在NFT市场里面 流动性也是个问题 就是说你现在买一个 想要买一个快餐挖 对不对 你要卖是卖不掉的 马上除非你用一个超低价卖 可是有时候更惨的是 你用超低价就没人要买 这个已经挂掉了 这样子 那另外的逻辑就是说 你买东西很有价值 可是你为了流动性 你马上就要用一个很低的价钱卖掉 这个也是有点 有点 有点 就是不甘愿 或者是有点 它有点没效率之处的感觉 就是说这个钱要被赚走 那pack 就想引发 引用一个机制起来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 non-fungible的 对不对 但是它可以被转换成这种 非同质化的 可以转换成同质化代币 就是用ash这个代币 那ash代币 你刚刚听过这个banana逻辑的话 你就问 ash可以干嘛 对不对 好 那短暂来说 ash是不能干嘛 至今都还不能干嘛 但是 你听到这里的话就又浮了 就是跟你讲 好 就是跟你讲 ash这个东西 未来 他会可以去买 这个pack的艺术品 他甚至可能会出一些状况 是 我这次出这艺术品 只能用ash买 好 那么我们就想象一个状况 就是假使说 假使说 假使说你对pack比较没有view 你就想象任何一个 你有view的艺术家 或是艺人好了 或者是演员 他之后 周杰伦之后 要出某一个演唱会 这演唱会 只能用JB去买 这样子 那我 那只能100人进场 那我铁粉 我就赶快去买JB 对不对 或者说 这个JB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有种感觉 那当然现在 这pack 他就是在 如果说你认同他在 数位艺术品上的地位的话 你就知道 他 他有点像币卡索 他在纸上会一笔 贾伯斯生前在这个 名片上签个名 这个东西变成有价值 对不对 所以pack 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凭空创造出价值来 因为他是艺术家 而这个价值 他就把它赋予给ash 这个币上面 而这个cube这个东西 烧 又可以烧成ash 所以他这边又有一个 对价关系在里面 所以这里面又会 有的时候跑出一些套利的空间出来 但是他的宇宙没有那么小 他是计划 所有pack的东西 都可以用某个比例去烧成ash 然后他已经把函数画出来 会依照不同的时间 会慢慢地递减 那他又会分不同的性质 就是说 有些艺术品 他是希望是全部艺术品都可以 但是这个时候又会有 假NFT的问题出现 就是说那我这边做个NFT来烧 我就拿到ash 这样不行 所以他会有个名单 就是如果是高等级的 你可以得到 举例要说现在cube去烧 可以大概得到700个ash ash现在一个要20几美金 所以700个ash 我们就直接把它打进来 所以是16000美金 对不对 所以说你会看到cube跟ash的价钱 会差不多 就是以700ash来说 那这个所有的pack的东西都可以烧 还有之后有些清单 就低价 另外一个tier的 另外一个层级的艺术品 可能别的艺术家的 或别的市场上的艺术品 也可以拿来烧 ash要变成一个中介 变成一个共同拿来做 你就可以想象 艺术品可以变ash ash也可以变艺术品 好 那这个cube又很好玩 你说他这样子的话 5个cube可以烧比较多ash 又偏偏现在机制是没有 所有的cube烧起来都是一样多的ash 所以就会造成一个状况 就是在这个game theory 里面 大家就会先只烧这个1格的 当然有些人还跑去烧5个10个 我们看记录上有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大家就开始烧 所以会发生的状况 就是1格会慢慢烧到完 然后再来会轮到5格 所以在二级市场的价格 你会看到它不是线性 就是说1颗的时候是 现在1颗是50万 可是你买5颗的 可能用80万就买得到 你买10颗可能用110万买得到 你买20颗可能用150万买得到 就是这样 它不是线性的 但是就你长线去理解pack来说的话 我就会觉得没那么简单 它不会去亏待说 你是我的收藏家 你当初买了100个 然后我现在让你很鸟 你也一样只能烧700个 不会吧 这长期会有一个game在里面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才会去买 我买这个20颗的 好 但是这边有个好玩 就是如果烧到最后的话 剩下那几颗 那个人可能不愿意烧 因为它就变成稀有的 对不对 所以它的出价位很高 但是它这个烧不烧会影响到 后面的价值 价格跟价值都会影响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个 里面的赛局在这里面 可是这里面都会牵扯到一个点 就是说游戏规则人人能定 但是今天是pack来定的话 就不一样 因为它的艺术的成分性质 跟作品是共识够强的 然后是大家喜爱的 所以它这边有个game玩起来 好 那到后面的时候 在9月份的时候 它就发起了这个loss point 那它都是会去奖励它的持有者 所以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我们就买了ash 当然没有很早 像更早的 我们就知道有些大户 它在ash 这一块钱美金的时候 就买了几万个几十万个 现在已经涨了快30倍了 那我们当然也是买了一些ash 在比较中间的时候 就十几块的时候了 大家在这附近 买的时候 它那个时候在loss point 就先做了一个空头 就是说如果你持有一定程度的ash 它就用比例来看 你持有几颗 我就给你几个page page page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点一下找一下 x copy 我找一下我的那个钱包 给你看一下 就是我那时候开玩笑说 我这边有50张计算纸 像你看到这边 我这边有34张 我还有一些在另外一个钱包里面 这就是page 所以那个时候 它就空头了几个page给我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拿到多少 好像9张吧 9张page 那现在是跌一点价下来 对不对 我们把它点进去看一下 现在是跌一点价下来 是一张是7万多 那个时候涨到高的时候 一张15万 所以他给了9张 他空头了100万给我 那目的就是奖励说 因为你持有ash 你在比较早的时候 支持我们这个项目 ok 那这个page 那个时候就公开发售 就是说一张是0.32 就是3万块台币 0.32以太币 那也是一样 你越早行动的 你是有ash的人可以早点买 那早点买的人 你买的还有加成 所以说那个时候 你可能类似说 你只买30张 我给你36张这个逻辑 ok 所以最早我们就买这个page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在迷迷阴的人 他们看不懂 哇 这个艺术家很会老 这个我出6万多张 涨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说这个一张要3万 因为你以mint来说 他那个价格高一点 可是后来居然一张涨到10万 就是很扯 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 这个后面有很大的计划 因为这个只是他的 那个时候只是他的第一阶段 就是act 1 那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就是说你这个page 可以把它换成point 他总共发现6万多张page 你可以换成point 换成诗人 诗人就是这个脸 那这个脸都是经由 它有1024张origin的 原主的原始的诗人 然后经由电脑 也是我们刚刚那种generative AI 去电脑把它做出来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 就光看到这个 他就觉得很惊讶 说这个也是电脑去画出来的 而且是pack的作品 所以这是pack的第一款 是它的generative art 这种电脑产生的艺术品 结合pfp 就是它也是个人头像 因为有些人 像我就有找到一个 我现在买 因为它不卖 找到一个跟我长超像的 我就会想要把它买来 又是长得跟我很像 又是pack的艺术品 对不对 好 那page可以换成point 那page换成point之后 它就变少 所以说这个现在可能只剩下 三万多张page 然后有两万多个人换成这一个 但它换这个又给你一个旗舰而已 它那就是开放 说好给你两个礼拜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换 那两个礼拜结束之后 page就永远是page point永远是point 所以说总量就固定在这个地方 好 但是游戏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游戏还继续在进行当中是什么 是这个page 它永远不能换 难道就傻傻这张白纸吗 不是的 是 它又揭发了下一个阶段 就是说 好 我们这个page 它可以被当成point的燃料 因为你是诗人 要写诗 所以这个page 可以把它用在诗人身上 首先第一个 你可以帮这个诗人取名字 再第二个 是你用一张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词句 用两张的时候 会再多一些诗句 再用三张的时候 就再多一些诗句 也就是说 当这个page 用越多在诗人身上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越独一无二的 一个艺术品 但是pack有说 它说是不是用越多 它就越稀有 它说这个东西不一定 这个东西你就要再去看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它不是写诗那么简单 因为它在每一个诗中 就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不一样的point之间 又会有一些重叠的性质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 你之后要用某个词句的组合 也就是你要持有这种词句 加这种词句 加这种词句 你就会形成某个效果 然后这样的收藏组合 是最有价值之类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说 它公布这些事情的时候 它在公布的当天 在act3 就是第三阶段公布当天 它居然还说 好你们去check一下 你们现在多了一个breed breed 这个性质 这个traite 本来只有这五个 只有年龄 然后class这些东西 现在要多一个breed 大家就要去猜了 就说这个breed 会不会造成是之后私人间 会有一些化学效应出现 然后这是大家都在猜测 那也是一样 你贴得越近 你就会越理解 你就会越理解这东西 他居然录一录说 我吃点姜满 那是录太多了 好 那我们在 我们录到哪算到哪 不行 等一下要讲密码 好 那总之呢 这里面就还有很多 很多事情可以玩 然后最重要 最后一个twist 就是第四阶段 就是说呢 pack会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 所以这东西 我就讲个结论 结论就是说呢 所有在熊市的时候 这在跌的时候呢 对我来说呢 这都是要买的时候 因为为什么 为什么我之前计算纸 涨起来 50张卖掉的时候 可是我现在全部加起来 我就超过原始的总量 因为这些东西 大家都是受情绪影响 就是短线上说 这个怎么跌了 怎么很惨啊什么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预想到的是什么呢 预想到的是 苏富比会跟pack有很多动作 那接下来这些东西 都还会有新的历史意义出现 然后会有很多新闻 会有很多ash的新闻 会有很多point的新闻 还有很多元祖 像现在你持有一个这一个 只要你的origin 还没有出来 因为他有1024个origin 还没有出来的话 你都可以 有机会他每天会投两张 像我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有些出来 有些没出来 我也不知道 像这一个 现在就没有origin 那他每天都会投两张给你 你得到一个origin的话 origin的话 那价值就高了 就是以长线来说 一个origin 可能价值都是500万以上 1000万以上的一个NFT 所以你跟紧这个对的艺术家的 他就有符合我刚刚这所有性质 你看他这个又有历史性 Dev好 Community 然后他又是很强的art 他就全部加在一起的 好 还有很多情报 我们没办法一一把他讲完 所以我就会很希望说 如果未来我们可以在最高狗里面 跟大家分享更多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long turn的一个play blue chip 然后有历史定位的 他就比较安心 所以说你在NFT叠的时候 这一种 我比较大量都是这种东西 XCopy 像这个钱包里面都是 光这个系列 他就价值不菲 他这边算的都是低估 所以总归就来讲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page poet cube ash这东西 在我自己的观念里面 都是在今年的 今年的接下来的11月12月 都很大的事件会发生 那我们就是把它包着不动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或许在后来的最高狗里面 都可以跟大家在做很多的交流 那今天讲这个也就是出乎我意料 讲了这个快100分钟了 那我们最后还是要讲一下 这个本集password 听到最后 有人说你都放在最后 其实我今天是一度想把它放在最前 或中间 但是就忘记了 所以最后 好 上一集的 你听上一集的 这一集我的第二个password是什么 答案就是什么 答案就是 Ryan 如果叫Ryan 这叫做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意想不到 我居然这个密码那么简单 没错就那么简单 所以你只要收集出所有密码 你就可以参加我们最高口的抽奖 千万你还是要记得 10月24号下午2点半 我们会在线上 你说这个研习会联系会提到哪里呢 如果你有到这个网址里面 就是我下面要放网址 进去输email的 我会记忆没有通知你 不然的话 你就是要追紧我们的IG 我跟Raymond的IG 还有Facebook 这个研习会开始的时候 都会让你可以进来 记得你就准备至少0.5个以太币 你就会比较有余裕 你才可以配置一下 看看你到处要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想要买多一点 我们钱包会有上限 但是你当然也可以 可以买不止一个 这没有问题的 可能想要收藏 或想要做什么操作 然后这个就是让自由市场去选择 你就是准备一些以太币 跟这个Metamask钱包 如果你都不懂这些的 我们已经追高股团队 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教学 就是从你怎么样买到以太币 打到狐狸钱包 然后到时候来买 我们的教学都已经准备好影片 我都会把所有连结放在下面 希望今天有聊到一些你想听的元素 没有聊到的话我也没办法 因为已经聊100分钟了 那就是以后有缘要相见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 这个Podcast不错 应该是这样子 其实聊一聊 还是希望说你可以帮个忙 你如果在YouTube的话 你就按一个大拇指 如果你在Podcast 尤其是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一个五颗星的评价 如果四颗星就不要按了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这个评价的机制 就是很奇怪 你按五颗星 它整体就会上升 因为平均是4点多 那你按四颗星 其实感觉也是给很高分 对不对 可是它就是下降的 所以如果你在YouTube听 也帮个忙好不好 就到Apple Podcast 按个五颗星 然后留个话 留个话 其实虽然在当场 我没办法给你回应 但是其实我都会看 看到就会很开心 我很开心的话 下一集就录得比较好 这样你听起来也会 也会蛮开心的 就是Win-Win 好不好 那么今天讲到这里 100分钟 出乎意料 其实坦白说 开场的时候 我本来想要讲说 今天这一集 我们只录40分钟 天算不如人算 再讲太多就太多了 就这样了 拜拜